哈囉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如何出一版書 今天這支影片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出這本書的時程 版稅的問題 然後版稅怎麼計算 最後也會提供一些 對於想要出書的人的一些 過來人的建議 那這本書呢 是在今年7月的時候出版的 所以一康開始的時候 是2022年的1月 約智出版社的其中一位編輯 就寫了一封email給我 然後就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做一本 英文商業溝通相關的書 那那封email其實就是 跟我稍微介紹一下他們的出版社 然後跟我講一下這本書的構想 我當時就抱著天上掉下來這個機會 能不接住嗎 這樣子的心態 雖然說也沒有覺得準備好可以寫書 但是就覺得機會非常難得 就跟他們通電話討論 這本書的詳細的概念 就是這本書可以大概寫哪些內容 包含哪些章節 稍微討論完了之後呢 編輯就要我寫出一個 每個章節結構 然後呢 每個章節大概會講些什麼 然後還要在其中 試寫兩個小節 他就會拿著這個書的大綱 跟試寫的那兩個小節 去跟總編還有其他編輯提案 那他們覺得這本書的構想跟內容通過了 我們才會正式開始寫書 那我就花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去寫了兩個小節 然後把書裡面的就是大家基本上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那時候大家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把就是這些大綱的部分全部列出來 然後每一張大概會講什麼東西列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現在有點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形式 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然後兩個小節寫好給編輯之後 他就拿去提案 之後就跟我說提案通過了可以來簽約了 他就給了我一個 他跟我說是蠻定型化 蠻標準的一份合約 然後裡面就有就注明說譬如說版稅是多少 電子書 然後發行地區等等 第一版的印刷量是多少 這些東西都會寫在合約裡面 簽完合約之後就可以開始寫書啦 那我是2022年3月簽約的 然後那個時候非常天真的以為就是寫書 應該蠻容易的吧 因為之前寫部落格文章想說已經有一些內容了 可能就整理一下 然後再收集一下資料整理一下就可以出一本書了吧 所以那個時候就把揭稿日訂在2022年的12月 簽完約之後呢 我就開始收集資料 然後看了非常多英文的商業溝通的書 因為我就一直覺得我好像還沒有準備好可以寫這一本書 那個時候呢就有點透過查資料這件事情來拖延 對所以再加上那個時候又要換工作 所以又在忙著面試其他公司啊 弄簽證之類的問題 所以就一直拖拖拖 拖到9月份換新工作 換新工作之後又很忙著就是開始進辦公室 體驗要進辦公室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2022年3月簽完約之後就是查資料 然後就沒有實際上就沒有寫太多東西 所以就拖到大概11 12月要解稿的時候 我才突然驚覺說啊不行 我好像幾乎大部分的章節都還沒有寫 那時候就開始盡量在下班之後開始寫作 但是因為就前面就拖太久所以寫不完 那時候就問編輯說可不可以延後交稿日延到2023年的2月 編輯就人很好的給我延了 結果2月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1月的時候去Miami 然後1月底又回台灣 然後2月就在台灣過年什麼的 2月中回美國之後發現 啊這個其實根本也沒時間寫 然後根本也寫不完 所以又把解稿日延到2023年的5月 那個時候就開始非常認真如火如荼的開始寫作 我的過程比較像是下班之後就逼自己坐在書桌前面寫東西 那其實那個時候狀態還蠻不好 欸先講一下就是我是用什麼工具來寫好 就是其實可能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特別 其實就是用Google Doc來寫 有點想說存在雲端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電腦壞了或什麼比較不會沒存到檔這類的問題 所以我就是直接就寫在Google Doc上面 我整理的資料的話通常都是放在Google Doc還有Microsoft的OneNote 對大概就是用Google Doc跟OneNote這樣子來寫 所以沒什麼特別啊就是在電腦上寫 那個時候就是下班之後就是逼自己寫書 有的上班人應該知道 尤其是就是做辦公室的通常就是腦力活嘛 所以其實下班之後就很累了就心很累然後頭腦也很累 所以其實根本也沒什麼經歷寫 我那個時候就住宿的方面就有出一些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在看房子要搬家 感情方面也出問題然後工作上也出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就基本上生活每一個方面都很不順 所以寫作的狀態也很不好 那個時候真的就是靠看心理諮商跟看精神科吃藥 然後硬撐然後硬逼自己寫 下班之後以寫書為重就是不要出去玩 然後週末也都是以寫書為重 也沒有什麼就是除了去攀岩運動之外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時間做其他的事情 2023年的2月到5月真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寫 然後電腦一打開開始打字就開始 眼淚就開始掉然後就一邊哭一邊寫 真的就是腦力很好節然後心情很累然後寫不出來 所以就會寫得很難過這樣 然後就到5月要解稿了 結果呢那時候還是沒有把稿子趕完 那時候好像還剩下兩個章節左右 因為我們那時候趕7月出版 所以在5月的時候算是我稿子還沒寫完 那編輯那時候就已經先開始聯絡行銷跟美編 比如說幫我做封面啊 寫好的稿子編輯就開始幫我叫稿 看過一遍之後他會回稿 那基本上回稿的時候他就會跟我說 有哪一些地方他可能要刪掉 然後哪一些地方需要再補內容之類的 我就是在針對他回稿的意見 然後再去做刪減或者是補充 刪減完補充完 那我在寫之後再回給他 然後他就會再看一遍 然後他看完之後呢 會再回一次給我 就會再拿這個稿 去給我的美國的朋友看 然後請他們幫我叫對英文的部分 然後也有請就是在 美國工作的台灣人幫我叫對中文的部分 就稍微看一下內容有沒有問題啊 然後會不會太偏頗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我一邊趕剩下的兩張 然後呢編輯一邊幫我叫對 然後回稿給我 然後我再回 我再叫對 然後再回稿給他 反正就是進行這樣子 非常緊湊的過程 大概到6月的時候 我就是全部的章節 連前面的序都寫完了 我還記得我寫完的那一天在 就躺在這個沙發上 就算哭了三個小時 因為就真的覺得 信怎麼這麼累 然後呢 就終於寫完 就有一種大石頭 終於放下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 非常情緒非常激動 所以就哭了大概三個小時 對 然後呢 6月全部寫完之後 7月中就出版了 所以其實 最後面5、6月 這個過程非常非常的趕 那出版之後就是 出版社行銷 會安排一些行銷活動 比如說 我有上科技工作獎的podcast 然後 會把那一集的連結放在留言 然後也有一些 就是可能線上媒體的採訪 可能就是 文字訪問這樣 就是再去跑那些行程 然後當然也要拍一些YouTube影片 然後呢 就是 增加一些流量 對 所以整個 時程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 到大家 可能 特別有興趣 但是 回台灣的時候 大家都不太敢問我 就是 我寫這本書沒有賺很多錢 其實我真的要跟大家說 寫書真的很不賺錢 我先說結論好了 寫這本書 我拿到的錢 不到我一個月的 正值的薪水 所以 大家如果真的想賺錢的話 可能就乖乖去上班 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寫書真的很累 然後 又賺不了太多錢 然後這邊就跟大家講一下 版稅是怎麼計算的 大部分就是像 我們這種 普通人 如果不是大作家的話 普通人大概都在10%上下 然後如果你是可能已經出版過好幾本書的知名作家 譬如說 可能龍映台啊 余光宗 這種大作家的話 他們的版稅的計算應該就會不一樣 可能就會更多 可能10幾20% 正常的話可能就是10%上下這樣 基本上你會拿到一筆就是 有點類似定金的東西 那這個定金的計算呢 他可能有其他的專有名詞 但我就叫他定金 就是那個定金基本上就是你 手刷的印刷量 乘以你的銷售價格 再乘以版稅 所以譬如說你的手刷是3000本 你的書的定價是300塊 版稅是10% 那就是3000乘300乘10% 那這就是你一定會拿到的一筆錢 然後不管你手刷3000本有沒有賣完 你都可以拿到這一筆就是定金 如果說你的書賣得很好 然後再版了 之後就是賣幾本就算幾本的版稅這樣子 不過你第一刷印的那個 量賺的錢 你一定可以拿到 我覺得如果說 大家想要賺錢的話 可能真的不要寫書 真的寫書比較像是人生的經驗吧 然後一個像是比較像里程碑的感覺 因為你就是published author 你就是一個作家 所以可能會比較有公信力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演講的邀約之類的 目前是沒有人邀我去演講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人演講 可以找我 上個月回台灣都是 回學校去宣傳啊 或者是我聯絡Mason GRE啊 或聯絡一些學校單位之類的 自己去宣傳的 所以還沒有人邀請我去演講 所以 歡迎大家如果 你的公司行號 或者是你的社團 或者是 Podcast 任何活動 想要了解一下美國職場文化 或者是英文溝通技巧 他都可以 找我去演講 好然後最後面就是給 想要出書的人一些建議 我最大的建議就是 開始寫東西 如果寫書 出書是你的 人生目標之一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 開一個部落格 或開一個粉專 或是medium 或是方格子 就任何形式都可以 就是網路在網路上 就先開始寫 你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 會這樣建議是因為 像我的編輯啊 他們一次要做的書 譬如說這一季要做的書 可能一個人就要負責 兩三本三四本 他們每個編輯都會需要提案 就是提比如說可以做哪一些書 然後有這個想法之後 他們再去找 能夠寫這本書 出版這本書的人 就是以我的意思的話 我的編輯就是 他有想要做一本 英文商業文化 或商業溝通的書 然後是不要太像教科書 太真實那種 然後有一點小故事有趣 這樣子的書 那他就是有這個想法之後 剛好他也是 平常有在follow我的粉專 或是他可能在網路上 找人 可能在找KOL 或者是可以寫這本主題的人 然後呢 就剛好找到我 這樣子 我有點忘記他那時候是怎麼講 像很多出版社的 他們出書的流程是這個樣子 可能就是 在網路上找KOL 或者是 有在寫相關內容的人 不一定就是 權威或什麼的 譬如說你不一定要有一個 什麼 英文商業溝通的 什麼學位 或什麼才能寫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這方面累積夠多的作品的話 在網路上文章啊 或者是影片什麼的 然後他們找到你覺得你適合寫 你有意願寫的話 你就可能可以寫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出書的話 當然就是先開始寫東西 然後能累積自己的作品級這樣子 再來我覺得就是時間規劃的部分 因為寫書不賺錢嘛 所以我覺得 要直接把寫書當作全職的工作來做 可能有一點困難 所以就變成說 你可能要同時兼顧其他的工作 或者是收入來源 然後再寫書 那其實寫書是一個 非常孤單 很花時間的過程 因為 你就只能自己寫嘛 你也不能就是跟其他人一起 或幹嘛的 所以我自己 當初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第一是時間規劃沒有規劃好 就是下班之後的 default就是寫書 然後我覺得 可能比較好的方法 可能就是用time block 就是 今天晚上block就是寫書 然後 但是之後也要block 就是休息的時間或幹嘛的 然後把 時間的劃分做得明確一點 而不是就是 喔我就是直接default假設說 我只要有空時間都要寫書 這樣反而 壓力會很大 休息的時候也不能好好休息 然後寫書的時候又會想要玩 想要休息 這個是在有 編輯的情況 就是有出版社幫你出色的情況下 可能 自己出版是不太一樣的過程 但是 我覺得 編輯跟出版社他們是有資源的 你知道他們一年自己 自己要做那麼多書 所以他們也有跟很多不同作者合作的經驗 我覺得 我當初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都選擇自己一個人 就是想辦法 其實我也沒有想辦法 我就是一個人在那邊緊張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沒有跟編輯溝通說我的狀況 也沒有提早跟大家說 我需要更多時間寫 或者是跟他彙報進度 然後每個編輯的工作風格也不一樣 有一些編輯可能就會盯你盯得比較緊 然後我的編輯就是不希望給作者太多壓力 所以他可能就一兩個月來敲我一次而已 如果我再要重新來過的話 我第二次寫書我一定會就是 跟編輯保持聯絡 然後可能請編輯可能每個禮拜 再或每兩個禮拜跟我check in一次 然後確定我有在進度上面 就是請他幫忙盯進度 然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我也會提早講 而不是就什麼事情都攔到自己身上 大概是這樣 請求幫忙真的很重要 這本書裡面有一整章節 就在寫請求幫忙 就算寫的書 我自己現在還是在練習 雖然說我寫 幾能幫忙的藝術與科學 Anyways 好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有幫助 那就祝大家2024年 事事順心 有勇氣跟毅力去完成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這樣 Take care 掰掰